2023年的东南亚运动会上 新加坡队大比分1比3不敌印尼队 在这场比赛当中最受关注的应该就是 洛剑佑和瓦多约的男单对决 在这一场焦点的对决当中 两人在关键球的争夺上打得异常的激烈 紧张到观众不敢呼吸 废话不多说 我们直接来看关键球的争夺 此时比分战成18比18比 随着接法师往前扑杀成功 洛剑佑掌握了局势的主动权 往前的快速对攻 瓦多约抓住机会重拍得手 比分来到19比19平 往前的廉宇屠杀 洛剑佑又拿到了赛点 这一球时间内球 洛剑又判断失误 瓦多约成功就回了赛点 挑了一个后场对角得分 洛剑拿到第二个赛点 精彩还在继续 出现了 这时候比分来到了21比21 悬念还在继续 考验心理素质的时候到了 好球 抓住机会一个追身球 瓦剑又拿到这场比赛的第三个赛点 接杀球下 瓦剑又拿到三个赛点都没有兑现成功 有些可惜 22比22平 挑后场出界 瓦多约反超比分拿到赛点 关键球上洛剑又已经好几个失误球 最后时刻 瓦多约一个 批掉往前拿下的最后一分 没有再点洛剑又机会 以24比22拿下这场决胜局 这在场难担的对决当中 洛剑又手握三个赛点都没有兑现成功 实在是有些可惜 关键球争夺的那几个失误是致命的 但也不可否认 这场比赛打得真的非常刺激 精彩 兄弟朋友们 你们怎么看的 欢迎在评论区留言讨论